臺鐵普悠瑪 反覆意外 事故發生將屆滿一週年 宜蘭地方法院下週一 將首次對普悠瑪 反覆事故開庭 肇事司機 郵政仲 昨天首度公開說明 提出五大疑點 質疑對他有利的證據都消失了 臺鐵普悠瑪肇事司機 郵政仲 沉疾十一個月後 首度出面說明 不過情緒仍藍眼激動 他坦言經歷普悠瑪 反覆事件後 宛如死了一回 不過他在記者會上 對於宜蘭地監署的起訴 臺鐵的卸責 以及行政院的調查都感到不滿 尤其調查報告定調司機員超速 他說不會拿自己 和全車旅客的生命開玩笑 郵政仲更痛批臺鐵惡意隱瞞 他點出對他有利的五大證據 全都憑空消失 像是記載當天狀況的工作報單 以及出車前反映列車故障的 運轉式錄影畫面 還有報被關閉ATP 通連記錄的錄影檔 以及可以確認傾斜功能 是否作動的記憶卡 還有事故現場指紋證據等 質疑遭臺鐵動過手腳 因為委任律師要求調查的相關證據 臺鐵的說法不是說不見了 就是撞壞掉 上班的工作報單 那關係到出車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憑空消失 運轉式的錄影畫面 竟然也會說沒有 普悠瑪號翻覆意外 釀成十八死兩百多人輕重傷 總統蔡宜文也表達關切 強調會請行政院特別注意 務必調查清楚 而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表示 預計下週期訪談司機員 尤正仲 讓相關的利害人等 有表達的機會 記者黃六有些奇聞 台北報導